对了 我们将孙小姐偷偷运回苏州府那天 颖少爷让我转告孙小姐 说每年的三月三 她都会在兴隆山上的小春婷 等孙小姐三天 我还要去 给你取舌胆 我先走了啊 我不跟你说了 等帮下凑齐了 我再给你讲故事啊 小姐 小少爷喜欢上你了 对了 小夏 我下葬那天 王爷府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来吗 没有 孙小姐是希望弃王爷过来吗 不是 话不清 没有 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没事了 她还不知道你不是她妹妹 她对外的身份还是讨厌你 她不来才是最正常的 不是吗 或许她花生成零一个来了 但是她一直没有现身 谁也不知道 小虾也不知道 陈遥 那天你来了吗 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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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京城假死 在苏州府重生 京城里现在没有人知道孙小姐的下落 孙小姐不如索性搁动于过去的一切 在这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吧 你说得对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不该再念着过去 那些事 就让她随着过去的花步器 一起埋葬了吧 我现在是祝福的孙小姐 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小姐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请您回租福 开始新的生活吧 的 小姐 这就是咱们祝福了 里面请 扶尊怪 请 小姐 您看啊 这一间就是以前九少爷的房间 在从九少爷跟老太爷吵架之后呢 独自拘击人打拼啊 这房间一直是祝福的禁地 不过我们都给你十多好了 缺什么少什么你就跟我说 我再给你添置 然后呢 最近一段时间呢 你就住在这里 我一会儿跟祝福呢 去跟老爷回避你回来的消息 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呢 那老太爷脾气太古怪了 这之前跟九少爷吵了一架 到现在亲儿还没削呢 而且他还没同意我们把你接回来 你们这是剃头蛋子一头热啊 小姐 你放心 我们有办法的 你就现在先住着 小虾 你在这儿伺候小姐啊 诺 那福哥 我们这儿就去见老太爷吧 小姐 您好好休息 那我们先走了 嗯 九叔 你原来住的地方可真好 要不是因为我 你可以一直住在这么好的地方 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 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头子吗 你们把我当死人了吗 这这么些年了 你们学会什么了 你们学会先染后奏了 是谁让你们俩 把这丫头带进来的 老太爷 她毕竟是您的外孙女 是少爷拼了命想保护的人 这 我是活到老眼昏花了吗 是谁让你们自作主张 安排她进到府里来的 又是谁 要给她办什么任祖归宗的 这个宴席 一大早的 满城都发大清帖啊 就瞒着我一个人 你们这是要造反啊 我吃的呢 老太爷骂得越凶啊 这事就越有可能成为现实 他嘴硬心软 应该可以接受小姐的 不接受能怎么着 木已成舟 难不正把大姐的亲生闺女 给你撵出去啊 就算是找一个过季的侄子 那也比野种强啊 老太爷您说您说的 那野种不也是你的种吗 就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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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爷 你从那个京城回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跟我提那丫头的事啊 先去找诸寿 跟他商量 偷偷地把他安排在府里头 不是 老太爷 那跟您讲了 您说那芬小姐她还能回府 你讲了吗 你讲了吗 你讲了没有啊 老太爷 老太爷 我们两个身受老太爷大恩 我找到了诸府的后人 所以 是我自作主张把小姐带回来 请老太爷 你自作主张 我还没死呢 传 传个屁呀传 现在好了 情帖全都发出去了 外面全都知道 要办这个任祖归宗的宴席了 回老太爷 定在了 八月十五吧 你你当人家都是傻子吗 这么些年 我们府里没这么个人 突然就冒出来了 谁信呢 老太爷 这不就是个说法吗 我们就说 是少爷的私生女儿 生下来病着 在外面养着 现在身体好了 就接回诸府 那我们诸府不就多一孙小姐了吗 我宁愿诸府绝后 也不要那么个孙女儿 老太爷 您真忍心让孙小姐 继续流落在外面吗 我听孙小姐讲 她在外边跟少爷一起乞讨 有一顿没一顿 忍饥饿受欺负 我们也不想小姐 像少爷一样继续那样活着 我们诸府不就剩那点血脉了吗 她不是出去当乞丐高兴吗 她不是死了都不后悔的吗 她不是说了 讨饭都不讨到我们诸府家门口来的吗 老太爷 少爷临死前嘱咐她了 让她回到诸府 您想想 她让小姐去找竹先生 不就是找老太爷您吗 就是啊 你们这么 为她做这些 值得吗 值得 这八月十五啊 这八月十五啊 日子也不远了 这丫头一直在外面乞讨 身子骨弱 到时候能见人吗 老爷放心 能见人 能见人 老爷大喜 大喜个屁 我还没有答应让她进来呢 你还想想想想 这吃的拿走 这查浇花去 我告诉你们 八月十五这档子事给我搞砸了 你们俩全给我滚蛋 是 是 滚 一定滚 一定滚 推我回去 我做的 你吃了 你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你呀 你呀 多了声音 什么声音啊 小命都丢了 是谁在哭呢 听声音的好像是老太爷在哭 你还把他送回来干什么呀 老太爷 小命都丢了 你还把他送回来干什么呀 笑笑 老太爷腿是瘸的吗 不是 只是老太爷懒得走路 所以命人坐了一把轮椅 平时就让人推着走 真是个奇怪的老头 小九啊 你先回去吧 我去会一会他 小姐 放心吧 没事的 小九啊 谁呀 站住 你给我回来 你是哪个院的丫头啊 懂不懂这儿的规矩啊 这是人来的地方 可不是 这是随便一个人能来的地方吗 我是刚来的 你跟谁进来的 朱福和朱寿带我进来的 你继续哭吧 当我没看见 回来回来 什么叫当我没看见呢 你明明是看见了 你看见了 你 你要不给我找点吃的去吧 我饿了 给你找点吃的 我又不认识你 不是 可是我饿了呀 你看在我这么大岁数的份上 你给我找点吃的 你不为过吧 那好吧 你等我一下 什么呀 有人送了我一盒唐仁 你饿了 就先吃这个吧 这 八仙啊 这唐仁好精致啊 谁送给你的 你不是说还要给我吃呢吗 怎么现在后悔了 那 何秀姑适合你 我有事先走了 为什么给我个何秀姑啊 何秀姑 要下凡 这 六神无主 六神无主 我不糊涂啊 这丫头别是认出我来了吧 丫头 那个什么 你在哪里给我给我呗 一个不够吃的 小姐 你现在的身份呢 是江南首富朱家的孙女 这个第十代的继承人 朱八爷呢 是八代单传的儿子 有十个姐妹 西夏呢 也只有九少爷一个儿子 那为何是族谱里 没有九少爷的名字啊 难道朱家第九代 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这不是朱老太爷 孩子生朱九爷的气吗 所以就把九少爷的名字啊 从祖谱上画去了 你就当他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 你别瞎说 小姐 这个祖谱上虽然没有 但是苏州府都知道九少爷的存在 对了 等到任祖归宗的宴会上 小姐 你要以九少爷的私生女的身份 介绍给大家 九叔是我的父亲 难道那一年冬天 七王爷前脚刚走 莫老爷虎视眈眈 结果真正潜入莫府边院 让我娘怀孕的 不是莫老爷 而是我九叔 小姐 这个此事太复杂 还是等 老爷亲口告诉你事情吧 我其实有些想不明白 我母亲姓轩 不是朱家人吧 而我那混账父亲 不是七王爷 就是莫百姓 那为什么一定要我做朱家的继承人呢 小姐 老太爷是朱家的第八代单传 九少爷现在死了 老太爷膝下再无别的儿女了 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这家族里所有人 都在盼着分朱府这个万贯家产 万一哪天老太爷他也 那朱家真的断了后 这偌大的家产 真就被那些宗亲给挂分了 依我看呢 在这些朱府宗亲当中 随便过几个给朱老爷 也比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强啊 况且 我还是孙小姐 不是孙少爷呢 这个好玩呀小姐 到时候给你找个女婿入坠 肯定人山人海人几人 我坚决不同意 不是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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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听我说 小姐 小姐 小姐听我说 小姐 薛妃和朱府有莫大的关系 你现在就是朱府正宗的 第十代传人 我相信 你来继承朱府的遗产 也是九少爷对你的遗愿 是啊 小姐 之所以把你改成 九少爷的私生女 那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啊 你想啊 这跟改你生辰是一样的 你现在已经不是二月生七王爷的私生女花不器了 你现在是八月生九少爷的女儿朱朱啊 可是听说 老太爷不是还没答应我认祖归宗呢 这老太爷那个脑子就是一只半会儿装过那个弯来 再说了 这我跟朱府请帖都发了 他能不认吗 对吧 到时候在那个喜宴上啊 你一鸣激人给他老爷子长点脸 他哪有不人的道理啊 对了 小姐 你跟着九少爷长大 誓辞更负方面应该没问题吧 那小姐有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 就是什么唱歌跳舞 抚琴画画什么的 他什么都不会 有什么样什么呀 是啊 这不就丢大了 那不就砸了吗 这个我倒略懂一二 不过在宴上展示 恐怕有些不妥吧 这个不是不妥啊 你这样会把宾客兜吓坏的 那怎么办啊 可是我其他的真的都不会 不过 你这样会把宾客兜吓坏的 就算丢脸又如何 只要能哄好老太爷就行了嘛 这个家谁做出了 老太爷说了算了 我不学无数又如何 但老人家爱把家产给我 谁都管不着 是吧 你说 这朱老爷现在这个状态 能把祝福交给小姐 自己撒手不管吗 老头 你可真会选地方享受啊 今天不哭了 管得着吗你 我请你喝我的茶了吗 你就喝呀 你 行行 你喝了我的茶呀 你就得请我吃饭 没问题 我请你吃饭 你得先给我这个 我这个人从不做亏本生意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茶吗 这是十两银子一包的上好的茶 你知道这是什么水 去年东梅花花蕊上踩下来的雪 你知道这这 你拿过来吧你 我 你拿过来 你 我 当心烫着了 这是皇上 都赞不绝口的 将心清辞啊 就这杯茶 就这杯茶 你在外面得花上十五六七八 二十两银子你都喝不到 还问我要钱 你不给我钱已经够好的了 你请我喝茶 这茶是你亲自煮的吗 你 我请你吃饭 饭可是我亲手做的呢 你 你难道不该给我一点工钱 你 要不我明天请出售再煮一杯茶还你吧 你也别吃我的饭了 不是 用我朱府的茶叶煮的茶来还给我 你这这不还是我吃亏吗 不喝辣豆 等等等等等等 这还差不多 说吧你想吃什么 我不吃天上飞的鸟 不吃水里游的鱼 不吃地上跑的瘦 我不吃那田里种的蔬菜 我不吃人味的禽和瘦 要求还真多 你要是做不了 最好把金叶子还给我 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 走吧 带你去吃好吃吧 你这什么地儿啊都是 我的妈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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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这是 瓶菇 煮汤烧菜可好吃了 是吗 哎 你说不吃田里种的菜 我这儿可是长在枯木上的 不犯规犯 你得了吧 这烂木头上长的东西能吃吗 别中毒了 放心吧 这山上能吃的东西我全知道 春天下过雨之后 我跟九叔就爱在山上乱逛 采竹孙 竹孙蛋 山里还有野木耳 草菇 哎呦呦呦了 哎呀 小九也采蘑菇啊 何止啊 九叔可能干了 他不仅会上山采蘑菇摘野菜 他还是捉田鼠的好手呢 你要知道啊 冬天田鼠最爱在洞里存粮食了 要是找到一个田鼠洞 不但有肉吃 还有米粮 田鼠剥了皮 全是肉 一锅炖了 那就要一个香啊 哎哎哎 这 这采的也够多了 要不去煮了吃了吧 好啊 那咱们走吧 哎呀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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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这么胖 也不算行动不方便 我没觉得什么不方便的 哎 我又不用走 坐个马车有人赶 坐轮椅有人推 什么都不做还有人背 关键是我有银子能使唤人 是是是 您说的都对 那些银子都是您的 您怎么花都是您的事 哎呦 哎 哎 丫头 我口渴了 你给我煮个茶喝呗 这河里不是有的是水吗 不是 河 河里的水呀 你放心吧 这水啊 干净得很 我跟九叔在外乞讨 喝的都是这种水 我也活得好好的 我 你 你别骗我啊 去吧去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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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甜 老头 你回来了 能吃了吗 还没呢 你怎么那么慢 老头 我待会儿去给你找 不是天上飞的地上 跑的水里游的 家里养的肉去 我弄了一些枯树枝在这 你呀 看着我 要是快灭了 就往里头添一点 别让它灭了 别啰嗦了 你赶紧的 我都被你饿死了 行了 这怎么弄的这是 往里头加柴 加 再加 这 这 这太麻烦了 你去吧 你 这 还没好啊 老头 你快帮帮我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放下放下 那东西有毒啊 老头 你快帮帮我啊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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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 打打打打打 我的妈呀 我打 打打打 死了 打 死了 这就死了 老头 你好厉害啊 把蛇打死了呢 那不如碎尸万段肥尽器 你等着啊 你 别切太碎了 碎了不好吃啊 来 给 好香啊 是吧 嗯 哎呀 歇歇歇 这些都是九叔教我的 老头 你可千万别觉着我和九叔 过得不好 我俩穷归穷 但其实挺开心的 常常抓了条蛇 逮着只小田说 就能开心半天 你每天懒着动 应该体会不到这种快乐吧 你递过了半天 不就是想让我问问你吗 你跟我说说小九 之前的事吧 我和九叔 不花一文钱就有新鞋穿 九叔的手巧得很 我去讨来新稻草 它就能编出结实好穿的草鞋 拿到几时上卖 能卖五文钱呢 九叔还喜欢在桥下晒太阳 要不是得躲着人 哎呀 这样的日子可舒服了 放置空碗在地上 我一会儿就有铜板银饺子进来 九叔还喜欢吃阳春面 每次讨到钱 他就要吃一大碗 还要加鸡蛋 小九这个傻子呀 他想晒太阳 回家来晒呀 想吃阳春面 回家来吃 我给他加蛋 给他加俩 好 老头 老头 九叔为什么要带着我逃 朱伏说都是因为我 难不成 他才是我的老爹 他要和七王爷抢我母亲 你不答应 所以他一气之下 就离家出走了 不 小九是我的儿子 是我的女儿 这么说 九叔是我舅舅 小九啊 他心气高 他一直觉得 我是靠着朱家祖上的碧莺 才成了江南的首富 于是 他就带着朱伏去了京城 不靠朱伏 也在京城 成了副驾一方的人 才成了江南的首富 他常年不回家 可是 在飞儿年满十七岁那年 他还是回来呢 少爷 您要得几何 朱伏 你觉得如何 买 确实可买 再过几日 就是飞儿的生日了 这个礼物 他一定会喜欢的 飞儿这么多年 一直躲着那个神秘人 真的是辛苦他了 妹妹 这个是送给你十七岁的生日礼物 谢谢大哥 喜欢吗 来 哥帮你戴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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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人 是啊 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意上犯了个错 做砸了一笔很重要的生意 而且还闹出了人命 依照当时的律例 那最轻也得是 发配北地为求 这说是发配北地为求啊 其实 那也是苟延残船两年 最终还是逃不过一个死字 我是朱伏八代丹传的独子 我要是死了 朱家可就断后了 可这跟我母亲有什么关系啊 我 不要打岔 这故事要慢慢听 我说的哪儿了我 绝后 对 朱家就绝后了 当时啊 苏州城里的这些商家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纷纷就落井下石 对朱家大家的打压 就把我们逼到了 没有退路的境地 官府啊 那是两边收银子 我父亲送银子都送到手软了 还是没有用 把他挤得都病倒在踏前了 眼看着 我就要被判死刑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伸手搭救我 终于到了神秘人了 这个神秘人 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方法 在他跟我父亲达成协议的时候 这知府大人 突然就变得英明果断了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 就查出 这不是我们朱家的错 是被别人冤枉的 而且 这人命官司 也跟我没有关系 还了朱家的清白 这知府大人 还用他自己的马车 亲自把我送回了朱府呢 这神秘人这么厉害 那他跟老老太爷的协议 到底是什么 这总跟我母亲有关了吧 这 这 协议 我要娶你儿子正式生下的女儿 我要在朱家小姐十七岁生日的时候 送来拼礼 十八岁的时候 我会派人来接 如果朱府毁于背信仪 那么 我借给朱府的银子 不但连本带利的偿还 我还要加上一倍的违约金 这个 娶我孙女儿 我这儿媳妇是要临盆了 可这这生男生女 断定不了啊 万一是个男孩儿 就算这胎不是 他将来也会生女孩儿 如果他没生 合约作废 合约作废 我借给你的银子 你也不用还了 好 我签字画鸭 神秘人 血中送炭 我父亲当时说 即便是让他去死 为了我和朱家 他都会给的 更何况 人家只是 要一个朱家的女儿做媳妇 换一个角度来说 能够攀上神秘人 这样的亲家 对于朱家的女儿来说 也是个有福之家 这天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是啊 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 但是 他为什么一定要娶我的女儿 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搞清楚 我从牢里出来的那天啊 正好 是夫人生产的那碗 而夫人恰好 也没有生产的那碗 你真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你的母亲菲儿 她生完菲儿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父亲看到了菲儿 就给我说起了 她跟神秘人的约定 夫人听完之后是强烈的反对 撑着最后一口气 叫我千万得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祖母为什么会反对 她没有说清楚 就寒恨去了 不过 我想来 大概是因为神秘人 比我年纪还大 而 菲儿在十七年后 要嫁给这么一个老头 那谁 会愿意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这样的人呢 所以你让我母亲 躲到了薛家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权益之计啊 当天晚上 我们对外就说 夫人生了个死胎 我派人连衣 把你母亲送到了薛家庄 薛庄主是我多年的至交好友 也是我的生意伙伴 之后呢 我每年就以行商为名 偷偷地去薛家庄 看你的母亲 小九儿虽然不在府里 也是每年会偷偷地去看她 本来以为是天衣无缝的 可是没想到 你母亲十七岁生日那天 这神秘人还是出现了 我来是为了当地之约 这聘礼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好生准备吧 明年这个时候 我来娶你的女儿 我 我 我 没有女儿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江北薛家庄 我不嫁女儿 我还银子 本军家利息以及违约数额 你能还得起吗 这 我还不起 我还有儿子 我儿子那辈还不起 我还有孙子 我当天这个祝福银子的时候 可没有分几次给啊 朱八爷 我原谅你隐瞒女儿的事情 但今此一次下来 再有下次 我就打断朱九华的四肢当利息 我再撞够苏州府讨没你全部家当 朱八爷 到时候朱府家破人亡 可就别怪我了 闲ico 前你们史不开 樱 meaningless 急 毕尔 你放棄母亲临终前的恳求了吗 如果妹妹嫁给这种人 她在九泉下都不得安宁啊 要不是神秘人 就没有朱家的今天哪 爹无能 咱不够赢 这银子害了飞儿啊 不行 我不同意 小九 小九啊 一时冲动 当天晚上 就偷偷地离开了苏州府 两个人年轻气盛 也不知道逃往何处 于是小九 就带着她 偷奔了她的好友 莫府的大少爷 莫百姓 那时候莫百姓 应该已经娶了 飞云宝的小姐了吧 小九接到了飞儿的传姓 说 那莫百姓她 酒后乱姓 飞儿怀上了莫百姓的孩子 而莫夫人 就容不下她 飞儿只好 又重新回到了 薛家庄 后来呢 再后来 又过了十来天 从后面走 都府找到了小九 她怀里还抱着个孩子 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你 飞儿 却不知所踪 小九 说有人追杀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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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驾 魁 少年不惜带着你 就化身成了乞丐呀 九叔 你不用知道为什么 你只要听我的 活得越少人知道越好 外出必须污泥遮灭 不可过多与人相处 更不能做生意 你听到了吗 原来九叔有家不能回 真的都是因为我